欢迎您来到80有声书频道 今天很高兴为您分享 财经管理世界超级畅销理财书集 富爸爸系列 富爸爸 为什么A等升为C等升工作 作者是 罗伯特 亲戚 Robert Toru Piosopi 第三章 让你的孩子做好最坏的打算 作为孩子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老师 父母称得上是为孩子的教育打基础的人 当孩子说出第一个单词时 父母会表扬他们 还会教他们新的单词 教他们数数 走路 读书 和骑自行车 随着孩子的成长 许多父母变成了他们试探意见的对象 向导 顾问 和角色楷模 父母每天都与孩子进行互动 自觉或不自觉地 对孩子们的生活 产生强有力的影响 当孩子们看到父母积极接受新观念 新思想 比如终生学习的理念 父母的这种表率作用 就会深深地印在孩子的头脑中 作为孩子老师的父母们 当他们对孩子提出的问题 给予耐心讲解 直至孩子们搞清楚问题的答案 并对孩子提出的其他观点给予肯定 还鼓励孩子追求富足且有意义的人生时 孩子的生活将发生改变 我经常看到很多父母在庇护他们的孩子 免受严酷现实折磨方面 如履薄冰 他们会预先给孩子的未来做好准备 而在今天看来 那个未来很可能还是一个不确定的未来 明天的世界属于那些能够有效处理信息 理清事物内在联系 预测事物发展趋势并灵活应对世界变化的人 正如当今的世界与我们父母成长的世界 已经大为不同了一样 你的孩子也将面临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 不难预料 他们将会遇到全新的挑战 但也会有全新的机遇 理由陈述 大多数美国人都听得懂房间里 有只800磅重的大猩猩指的是什么 如果你没有听说过这个比喻 那我告诉你 它的意思仅仅是说 每个人都知道 存在着某个极具影响力 或急需引起重视的话题或想法 却没有人想谈论它 你孩子未来要面对的四只大猩猩 依我看 你的孩子未来要面对四只大猩猩 很少有人谈论他们 但他们确实就在那里 即便很少有人向你的孩子提计他们 但在以后的人生中遇到他们之前 你的孩子需要做好准备 第一只800磅的大猩猩老龄化问题 老龄化问题是近些年刚出现的一种新现象 1935年 富兰克林 罗斯福总统签署了社会保障法案 并使之成为法律 那个时候 65岁就可以被认定步入了老龄阶段 今天 65岁仅相当于45岁 至少婴儿潮时期出生的一代人 愿意这样认为 在美国 与死亡相比 人们更害怕逐渐变老和 失去独立性 随着医学和技术的进步 你的孩子可能会在90岁 甚至是120岁时 才被称为老年人 换句话说 老龄化问题是一个逐步显现的新问题 2012年 美国政府最终承认到 2033年 政府将无力支付老年人的社会保障资金 到2033年时 你的孩子是多大 大多数婴儿潮时期出生的一代人 刚刚踏进80岁的门槛 问题是 政府如何让众多的老龄化人口 有房住 有饭吃 并为他们提供适当医疗保健支出呢 2012年 美国社会保障总署 在其报告中声称 目前有1080万美国人 正在享受残障福利 与过去的10年相比 这个数字增长了53% 自2007年开始的经济危机以来 有超过500万的美国人 申请了残障福利 随着失业率的上升 美国将会有更多的人 领取残障救济金 如果像许多人预测的那样 在接下来的20年里 美国经济持续不景气 那结局将会怎样呢 年龄是资产还是负债 在农耕时代和工业时代 年涨是资产 因为年龄大意味着广文博实 而在信息时代 年涨则是负债 今天 许多地方政府即将破产 他们没有能力 为其公务人员的养老金计划提供资金 加利福尼亚州的养老金制度就是一个灾难 政府如何负担得起未来老龄化人口的基本生活支出呢 800磅重的大猩猩将成为你孩子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年老的父母和归巢的孩子 多年以来 美国梦就是能拥有一处属于自己的住宅 今天 住宅已经变成几代同堂 两代 三代 甚至四代将生活在同一屋檐下 这就是许多地产商正在将一套住宅楼设计成多个独立居住空间的原因 今天 许多美国家庭都有归巢族Boomerantids 他们离家上学 却是失业而归 无法在现实世界中生存 除此之外 许多成年人归巢是因为年老的父母需要他们照顾 在美国 长期和陪住型保姆每月的最低工资为8000美元 这比许多企业正是员工每月的工资还要多 几代人的生存将成为你孩子的问题 你的孩子会搬来与你同住 或者你搬去与你的孩子及他们的孩子同住吗 如果你有幸长寿 你的孩子能够负担得起你晚年以后长达几十年的医疗费吗 最大的大猩猩出路端倪且最昂贵的麻烦不是刚刚提到的社会保障或几代人的住房问题 静静地坐在房间里的那只最大的大猩猩则是老年保健医疗计划 联邦医疗保险于1965年开始实行 今天这一方面的资金缺口估计已经超过了1000亿美元 这意味着全世界的钱都无法弥补这一缺口 不管用哪种方式 你的孩子要与这个1000亿美元的大猩猩展开角力 最近几年当乔治不时总统签署联邦医疗保险处方药福利计划并使之成为法律时 他就制造出了这个最昂贵的社会问题 从此美国的医疗福利制度成了最大的负债 奥巴马总统的医改计划则为另一个重大问题搭好了舞台 你的孩子无论如何都是要为此埋单的 我认为奥巴马医改奥巴马克雷比不时联邦医疗保险带来的问题还要多 今天美国婴儿潮时期第一波出生的一代人中 已经有近8000万人开始领取社会保障和联邦医疗保险 用简单的数学表示的话 如果这8000万人每人每月从政府领取1000美元 那就意味着每月将花费800亿美元的税款 你和你孩子要为此纳税 婴儿潮时期出生的一代人会比他们的父母更长寿 需要更昂贵的医疗护理来维持生命 这就需要有人你的孩子及其同龄人 愿意为他们退休后的黄金岁月提供资金 这就引出了下一个大猩猩 第二只800磅的大猩猩激增的国债 我们大多数人都听说过负力的力量 它是宇宙中最强大的力量 人们常常认为这是埃尔伯特、爱因斯坦说过的话 与负力相对应的一个概念就是负债的惊人力量 你的孩子将面临负债及其负力的双重暴虐 2000年 美国的国债超过了50亿美元 到2012年 它已经增加到160多亿美元 2011年 当希腊政府宣布破产时 希腊发生了暴乱 美国、英国和日本很快也会不起后尘 由此也引出了下一只大猩猩 它也在等着你的孩子 第三只800磅的大猩猩 新一轮的经济萧条本 伯南克主席目前正在管理着美国联邦储备银行 他大概是世界上最有权利的银行家 仅仅是因为他有权利通知美国国库局印制美元 他的第一份工作是在普林斯顿大学当教授 重点研究经济大萧条 他认为最近一次的经济萧条之所以如此严重 乃是因为美联储没有印刷更多的钞票 从而造成了经济崩溃 因此 他认为当新一轮的经济萧条发生时 最好的拯救经济的方式就是量化宽松 说白了就是印钱 这就是他获得直升基本这个绰号的原因 据说他的含义是说如果经济出现停滞 他会坐着直升机从空中往下撒钱 历史记录下了两种类型的经济萧条 一 1929年美国发生的大萧条 二 20世纪20年代德国的恶性通货膨胀 问与答 问 最近一次的美国经济萧条持续了多长时间 答 持续了25年 1929年 在股市崩盘之前 道琼斯指数高达381点 直到1954年道指 才再次回到381点 如果以1929年那次大萧条 所持续的25年来计算 那么 新一轮的经济萧条 则要从2007年持续到2032年 简单扼要的讲 美国的经济萧条 是由于没有印刷足够多的钞票引发的 而德国的恶性通货膨胀 却是因为印刷了太多的货币造成的 从美联储主席本 勃南克这个A等声嘴里 说出了一些令人不安的评论 如下所述 美国政府拥有一项叫做印刷机的技术 或与其相当的电子设备 使得它不用付出任何代价 就能想要多少美元 就印多少美元 2002年 过去两年多 房价上涨了近25% 虽然投机行为在某些地区有所增加 但从全国范围来看 房价的上涨 主要还是反映出 我们的经济基础很坚实 2005年 2007年 住房价格开始崩溃 联储目前并没有预测 出现经济衰退 2008年 外界有一个荒诞的说法 说我们正在印钞票 事实上 我们没印 2010年 勃南克主席是一位知名的大学教授 遗憾的是 他不是一位商人 在我看来 他的言论表明 他对现实世界并不了解 2007年 我已经看得很清楚了 勃南克主席对德国市的经济萧条有好感 一旦这种应对金融危机的方法成功 他将会导致恶性通货膨胀 他认为可以用加印钞票来解决所印钞票不足的问题 这就好比喝更多的酒精来治疗他的酒瘾 恶性通货膨胀是在一段时期内急速发展的通货膨胀 实际上它会让一个国家的货币一文不值 对于工薪族和相信储蓄的人来说 恶性通货膨胀会让他们倾家荡产 这一点值得注意 因为在美国最近一次的经济萧条期间 有工作的人和有存款的人成了赢家 在20世纪20年代德国经济萧条期间 那些生产生活必需品 比如住房、债务和燃料的人活得很好 因为这些产品能够提价 所以也就只有少数人过得非常好 在新一轮的经济萧条期间 储蓄者、退休者和收入固定的工人将是最大的输家 债务人和食物与燃料的生产者 以及房地产开发商 还有持有金银珠宝 而不是现金的人 将会是最大的赢家 要点在于 让你的孩子未有可能发生的这两种类型 经济萧条做好准备非常重要 英国政治家埃德蒙·伯克·艾曼·布克 爵士1729-1797年说过 不惜取历史教训的人 注定会重蹈覆辙 全球金融危机 是一种全球性的谴责 因为我们的学校不叫金融史 这可是财商教育的基本内容 经济学家的警告 傅爸爸的教会 财商教育 必须包括金融史 他说过 如果你想为未来做好准备 就必须了解过去 的教会今天 许多人声称用印钞票刺激经济 是凯恩斯经济学 胡说八道 这都是对那些不了解凯恩斯经济学的大众所说的谎话 这是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 凯恩斯就货币贬值所说的话 据说 列宁曾经宣称 毁坏资本主义制度的最好方法 就是搞垮货币 欲颠覆现存的社会基础 没有比 以放任货币泛滥更巧妙 和更可靠的手段了 借助持续的通货膨胀 政府可以将其公民的大部分财富 在无人觉察的情况下 悄悄地收归己有 这一过程时 隐藏在经济法则背后的所有力量 都参与到破坏之中 其做法之隐蔽 使得在一百万人中 也难有一人看出其门道 第四至八百磅的大猩猩 纳税更多 每次中央银行印制钞票 就会有两件事情发生 一 缴纳更多的税收 二 更高的通货膨胀率 通货膨胀 是另一种税收 税收无关爱国 许多人认为 纳税是他们爱国的表现 也是公民应尽的义务 再次强调 他们是对金融历史无知的受害者 1943年 为了给第二次世界大战筹集资金 美国国会通过了 限期纳税法案 美国政府开始在工人领取报酬之前 从工人的薪金中征收税收 这在美国历史上是第一次 在为自由和解放而战的名义下 工人们同意政府这样做 这就是为什么许多美国人认为 纳税是爱国的原因所在 问题在于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了 但美国却没有停止收税 正如你所知道的那样 管理着政府的官僚 知道如何花钱 却不知道如何挣钱 他们只知道如何增加税收 失控的开支和增加税收 并不是富人或穷人的问题 富人与穷人 有一样多的福利计划 富人有公司福利计划 而穷人有社会福利计划 不管你如何称呼他们 这都是由纳税人自掏腰包 富人的福利计划 常常被人称为政治分肥 这样靠资金支持的计划 好比是在不需要桥的地方建桥 和制造军队不需要的武器 政治分肥是富人的福利 因为它是向不必要的计划 所提供的资金 只会为富裕的企业主带来利润 今天 如果政府将富人和穷人的福利 统统减掉 它将是比2007年的次贷危机 还要大的崩溃 姑且承认 有些政府制定的福利计划 还是让很多人受益的 问题是你的孩子 要通过缴纳越来越高的税收 来为这些福利计划买单 有关税收的问题 父母应该尽早地跟孩子进行探讨 向他们解释清楚 谁缴纳的税收最多及其原因所在 为了解释税收问题 父爸爸为我画出了现金流向线图 四个象线中的字母分别代表 E雇员Employee S小企业主或自雇主 Small Business or Self-Employed B大企业主 雇员500人或以上 Big Business I投资者 Investor 我们每一个人 至少是这四种人之一 或者说 至少位于其中一个象限 我们处于哪个象限 取决于我们的现金流来自何方 因此它才被取名为现金流象限 一个人还可能有多种的现金流流入 也就是 他可能置身于多个象限 E象限中的雇员 是有稳定工作 并依赖其工资收入生活的人 S象限中的人是自雇主 他们的工作以小时计 或者收取用金等费用 许多A等牲畜于S象限 比如医生和律师 B象限中挤满了创立大企业的企业家 比如史蒂夫 乔布斯和比尔 盖茨 I象限中的人是像沃伦 巴菲特那样积极主动的职业投资者 大多数人投资养老金 个人退休账户和401K计划 他们是消极被动的投资者 不是职业投资者 因此 他们的投资要被征收较高的税率 大多数首席执行官处于一项线 他们被称为职业经理人 是位创业家打工的高级雇员 真正的资本家是像史蒂夫 乔布斯 比尔 盖茨和马克 扎克伯格这样的创业家 他们的公司所雇佣的员工超过了500人 从而使自己从S项线越迁到B项线和I项线 我们的教育体系可以将人打造成 位于现金流项线左侧的人 极为将来成为E项线和S项线的人 做好准备 这就是为什么 大多数父母劝告他们的孩子 为了找到工作而上学 E项线或当医生或律师 S项线 不同的人和不同项线之间 在税收上的差异是巨大的 一个人置身于现金流项线的位置 表明了他们的收入来源 从而也决定了其收入所得 如何缴纳税付 下图注明了不同项线的 不同类型的收入 以及何者在今天缴纳的税率最高 现在你知道 为什么奥巴马总统纳税20.5% 而米特、罗姆尼却纳税14%的道理了吧 差别在于不同项线所获收入的缴税比例上 奥巴马总统是从E项线和S项线看世界 而米特、罗姆尼是从B项线和A项线看世界 大多数社会主义者生活在E项线和S项线 而真正的资本家生活在B项线和A项线 正如你看到的那样 劝告和鼓励你的孩子上学并找到E项线的工作 或者上学并成为S项线的医生或律师是在劝告 他们为要缴纳最高税率的收入而工作 处于S项线的医生和律师都是A等生 他们的纳税率是所有项线中最高的 每当民众大喊向富人征税时 政府就会提高处于E项线和S项线的高薪者的税率 比如首席执行官、医生和律师 真正的富人是处在B项线和A项线的那些真正的资本家 他们反而纳税很少 对于像奥巴马总统这样的人来说 这听起来是不诚实和不公平的 在本书后面的章节中 我们会讲清楚 为什么给予B项线和A项线的人减税优惠 不仅是公平的 而且对于维持经济的运转 也是很重要的 如果在年轻时就理解了税收政策 你的孩子就有时间做出更好的决定 学自己想学的东西 并选择最适合他们的项线 一个人应当不会永远 只选择一个缴税很少的项线 但理解他们的根本差异 是财商教育的一部分内容 理解项线 收入的不同类型 和相应的税收政策 学会为你的孩子做出事关金钱 企业和投资的明智选择打下良好基础 为你的孩子做好加入B项线和A项线的准备 需要花费时间 史蒂夫 乔布斯 比尔 盖茨 和马克 扎克伯格 在十几岁时就开始向B项线和A项线迈进了 这三人全都从哈佛大学和里德学院这样的著名大学退学 因为学校首要的任务是为学生进入E项线和S项线做准备 而不是培养他们进入B项线和A项线 为了让你的孩子做好准备迎接即将来临的大猩猩并与之摔跤 重要的是你的孩子要知道有不同的选择在等待着他们 不是只有上学、就业、努力工作并且支付越来越高的税收这一种选择 我将在本书后面探究不同的项线承担不同税率的原因 到时候你也就弄清楚为什么当民众高喊向富人征税时 税务机构倾向于不碰B项线和A项线了 不管奥巴马总统如何努力地推动 处于B项线和A项线的人总能找到合法的途径少缴税 资本主义的课程在富爸爸穷爸爸第一账就开始了 那一刻的名字是富人不为钱工作 简而言之,为钱工作的人是那些处于E项线和S项线的人 他们的纳税率是最高的 而处在B项线和A项线的人是资本家 而资本家做了政府想做的事 比如创造就业岗位和提供可以买得起的住房 因此,他们的税率最低 这在所有的西方经济社会都是真实的 因为税收知识是一个人财商教育的重要内容 所以,这种税收上的差异会在后面的章节中进一步加以阐述 工资,年薪一美元 问,为什么史蒂夫、乔布斯年薪只有一美元? 答,他是一个真正的资本家 他的收入不是来自E项线或S项线 改变项线不会太晚了吧? 问,一个人需要在年轻时就实现从E项线或S项线到B项线或I项线的转变吗? 答,不用! 肯德基KFC的创始人哈兰德·桑德斯·哈兰·桑德斯·哈兰·桑德斯上校直到退休之后才开始他的创业之旅 65岁那年,一条新的高速公路穿过他卖鸡肉的小店,他的企业无奈关门 此时正是他离开S项线,进入B项线和I项线,创立肯德基炸鸡快餐连锁店的时候 上校的优势在于当他朝着B项线和I项线开始迈进时,他在S项线时非常擅长烹调鸡肉 由于进入B项线和I项线的门槛较高,因此,接受财商教育并且要趁早开始显得十分重要 很多人开始了创业之旅,但很少有人成功 不过,对于那些取得成功的人来说,回报是丰厚的 在B项线和I项线取得成功好比是攀登珠穆朗玛峰,抵达世界之巅,占据了食物链的顶端 如果你的孩子很早就着手准备的话,他们登顶的机会就会更大 好消息是,要想在B项线和I项线取得成功,你不必是最聪明的人 你不必是A等生或B等生,这一点在E项线特别是在S项线更为重要 有一个最恰当的比喻,那就是在B项线和I项线取得成功好比是团体运动 你所需要做的就是让聪明的,值得信任的人围绕在你周围 这给人的感觉似乎很简单,但它常常是B项线和I项线中面对的最艰难的挑战 我的经历1969年,我从位于纽约的美国商船学院毕业 因为越南战争开始了,我志愿为国家服役,而不是作为一名商船的高级船员开始我的职业生涯 这可是我花了四年的时间准备要干的职业 我有一个令人满意的工作在等着我,就是在标准石油公司的邮轮上档高级船员 但我知道我必须为国家服役 因此,我在1969年志愿参加海军服役,并进入飞行学院学习 而不是为标准石油公司扬帆远航 开车穿过位于佛罗里达州彭萨科拉的美国海军飞行学院的大门 这意味着我从此要冒着巨大的危险开始学习了 对我来说,中学的学习经历很可怕 大学则需要忍耐及具竞争性的生活 但飞行学院是我乐意学习的地方 不管飞行学院的挑战如何强大 我总是学习尽头十足 在我的人生中,这是我头一回喜欢当学生 因为学习是一个过程,所以学会热爱学习很重要 我在海军飞行学院确实经历了毛毛虫变成蝴蝶的过程 飞行学院提供的不仅是教育,它还在促进蜕变 飞行学院对我的心理、情感、生理和意志提出了挑战 但我喜欢这种挑战 这正是教育应当做的事情 激励一个学生学习更多的知识 并且获得更多的收益 我认为,父母的一项重要工作是寻找能够挖掘孩子的天赋 并激励他们热爱学习的教育方法 它可能体现在音乐、原意、医药、艺术或法律等方面 对我来说,它就是飞行学院 如我所言,学习飞行重新点燃了我对学习的热爱 正如大富翁的游戏激励我要致富一样 遗憾的是,如果你的动力来自于外部 而不是源自内心的话 动机就变成了操纵 最重要的是,教育过程要对孩子们起到激励作用 并能发挥出上天赐予他们的才能 而不是因为考试成绩不好而处罚他们 让他们感觉自己是个笨蛋 如果一个孩子在家中获得了良好的财商教育 他们就可以做他们喜欢的事情 并且还能从中赚到很多钱 拿我自己当例子 现在我当了一名教师 而对于大多数教师而言 他们的收入来自于一项线 当他们抱怨挣的钱不够花时 我却没有此等抱怨 为什么? 因为我是处于B项线的教师 同时,我还处于I项线 所以,我不需要工资 我的收入大部分来自于I项线 而且,这一项线的法定税率很低 常常是免税的 激励与动机 激励,该词源自拉丁语的 Espiratio 意思是在内心或受到神的启示 动机,该词源自拉丁语 Notre,意思是移动 利用项线来激励父母 要学习的课程式项线比职业更重要 本书大部分讲述的是 想要在B项线和I项线有良好表现 对进入这两个项线的人在教育 技能和经验要有哪些不同之处 问题是哪个项线对你的孩子最具有激励作用 E项线和S项线对我的学习没有激励作用 有作用的是B项线和I项线 孩子选择的职业没有多大的不同 我是一名教师 但不是在E项线的教师 而是在B项线和I项线的教师 我从没想过长大后要当一名教师 只是想知道哪个项线能实现我的梦想 史蒂夫、乔布斯也是这样想的 如果你阅读他的自传 你会知道他的愿望不是当一名雇员或自雇的小企业主 他的梦想要比这些大得多 做最坏的打算 付爸爸的教会决定一个人 挣钱本事大小的不是他的职业 而是取决于他所在的项线 我的爹妈处于E项线 这是属于雇员的项线 他们常说 富人缴税少是因为他们采用了不正当的手段 虽然他们受过良好的教育 但他们接受的教育却不包括对项线 不同的收入类型和税收政策的研究 人们之所以难以跳出自己所在的项线 E项线或S项线 是因为大多数人做出选择时 常常是出于恐惧而不是源于激励 例如 因为害怕没钱吃饭 多数人选择一项线 这种财务上的恐惧 导致他们要寻求一份稳定 有保障 福利好的工作 由于缺乏信任 许多人倾向于选择S项线 根据我的经验来看 大多数S项线中的人对大多数人没有信任感 他们想做自己的事情 自己当自己的老板 他们常说 如果你想把事情干好 那就自己做 这就是原因所在 S项线的问题在于 你并非真正拥有一家自己的企业 你拥有的只是一份自己给自己打工的工作 如果你停止工作 你的收入常常也会中断 这说明你拥有一个盲差Business 而不是一家企业 相反 不管你工作与否 拥有B向线的一家企业Business 会源源不断地带给你收入 为生活而训练金 和我之所以能在37岁和47岁退休 是因为我们的收入来自于B向线和I向线 而不是来自E向线和S向线 我非常喜欢飞行学院的原因是 我们每天都会在激励下去迎接各种恐惧 尽管我知道 很多飞行学员是为了稳定的工资 或提前退休的福利 但我的目的不是这个 海军只是美国政府的雇员而已 我当海军急去飞行学院是为了获取激励 我们的教官强制我们在每一次飞行中练习应急操控 而不是寻求安全 教官会用某种方式故意损坏飞机 有时甚至熄灭飞机引擎 而不是希望并祈求事情一切顺利 他们迫使我们面对恐惧时保持冷静 并且仍然可以飞行 这是对B向线和I向线生活的完美训练 很多人生活拮据 仅仅是因为他们的情感控制了生活 他们将对财富的恐惧埋藏心间 而不是勇敢地面对 许多处于E向线的雇员 躲藏在安全、稳定、有保障的工资保护伞下面 而处于S向线的自雇主 则躲藏在顽强的个人主义面纱后面 这是最聪明和最合适的需要 告诉孩子 大猩猩的是 不要再向你们的孩子灌输这样的思想了 得到好成绩 找到好工作 也不要再认为这样就能保护他们 并使其免遭现实生活的迫害 其实正相反 你要告诉的是 他们在未来即将面临的四只大猩猩 在涉及赚钱的方面 所有的孩子都是聪明的 就像我的飞行教官帮助我为越南战争做准备一样 要让他们为自己的未来做好准备 我知道许多专家会说这样做不妥 会吓着孩子们 要知道 这样不仅不会吓坏他们 反而是在为他们的未来做准备 通过面对恐惧和做好最坏的打算 他们过上更好生活的概率就会大大增加 那么 如果你的孩子决定他们 宁愿在E向线寻求工作稳定性 或在S向线寻求独立 至少这是他们个人做出的较为明智的决定 如果他们认为自己取得成功的最好机会 处于B向线和I向线 他们就会有时间准备 正如史蒂夫 乔布斯和比尔 盖茨在十几岁时开始创业那样 你的孩子最好也这样做 尤其是他们想成为创业家的话 更应如此 你的孩子将要面临的世界与我们今天生活的世界大为不同 致富机会很多 但问题也是同样的多 整个国家的破产刚刚开始 最近希腊的破产只是个开端而已 我们听到有人说 下一代美国人不会做得与前辈一样好 有一个理由可能是正确的 那就是我们的学校没有再让他们为迎接未来的现实世界做好准备 简而言之 不要一味地保护你的孩子 也不要想方设法地让他们在未来免遭伤害 而是要让他们为未来做好准备 金融史的总结1971年 理查德·尼克松总统取消了美元的金本位 1971年 美元不再是实际货币 美元变成了通货 债务票据和给美国纳税人的借据 好消息是 1971年以后世界经济繁荣昌盛 可这种繁荣却是建立在欠债基础上的 2007年 债务这个气球爆炸了 现在 我们处在经济危机之中 这是新一轮的经济萧条 这可能是我们未能汲取过去的经验教训而付出的沉重代价 历史会重演梅耶·阿姆斯切尔 罗斯柴尔德·梅尔·安斯科·洛赘尔 这位银行家控制了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 美国 然而 尼克松总统并不是第一个向银行家势力弯腰的人 托马斯·杰斐逊·托马斯·杰斐逊·托马斯·杰斐逊是美国的开国元勋之一 也是美国独立宣言的起草人和第三届美国总统 他指出 假如美国人容许私人银行操控他们的货币发行 首先通过通货膨胀 然后通过通货紧缩 在他们身边成长壮大的银行和公司就会剥夺人们的财产 直到他们的子孙一觉醒来发现 在他们先辈所征服的大路上 他们已经无家可归了 杰斐逊还警告说 我确实认为金融机构对我们的自由所构成的威胁比正规军还要大 而且由后代为偿妇上一代人开支的本质是大规模的欺骗后人 换句话说 创建于1913年的中央银行及联邦储备银行成为历史上最有权势的机构 它正在窃取我们的父母、孩子及其子孙后代的未来 这种窃取已经在全世界范围内蔓延开来 并且引发了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全球危机 美国联邦储备银行不是美国的企业 它是由世界上最富有的银行家族控制的联合企业 它不再属于联邦政府 你和我都无法控制它 它没有储备 它也不需要钱 它只管印制钞票 它已不再是普通意义上的银行 1913年 美国宪法第16修正案获得通过 它赋予联邦政府拥有向公民收入征税的权利 第16宪法修正案使得美国国税局得以创立 并赋予它征税的权利 1913年 美国公民失去了对他们金钱的控制 世界上最富有的人控制了即将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 现金抢劫从税收开始了 因为税收就是富人和有权势的人通过他们控制的政府 将他们的手伸进了我们的钱包 我认为这种通过全世界的银行家族对我们未来的窃取 是我们在学校无法接受可靠财商教育的原因 父母必须弥补这一空白 以便让孩子为未来的财务规划提前做好准备 出生于1743年的托马斯 杰斐逊向我们发出了警告 而这只是他众多警告中的一部分 在他们身边成长壮大的银行和公司就会剥夺人们的财产 直到他们的子孙一觉醒来发现 在他们先辈所征服的大路上 他们已经无家可归了 由此 我们不难解释 为什么我们的政府会帮助高盛 美国银行等大银行摆脱困境 帮助美国国际集团 AIG和通用汽车等公司渡过难关了 因为紧急救助所需的资金是由纳税人致富的 这不是在拯救就业岗位 而是在拯救富人 终结美联储罗恩、保罗、Ron Paul 是德克萨斯州的众议员 共和党内部初选的候选人之一 2012年总统大选期间 他在其终结美联储 And the Fed一书中 描述了与美国人的个人利益 背道而驰的中央银行的权利 换句话说 谁支付美联储主席博南克的薪水 他发起了一个中结美联储的基层群众运动 托马斯、杰斐逊会同意 返回到19世纪 杰斐逊说过 货币的发行权应该从银行手中夺回来 还给人民 这才是他正确的归属 徒劳无功推动中结美联储可能是一种高尚之举 却是在浪费时间 就像罗马帝国在公元五世纪前后崩溃一样 美联储内部整个腐败的体系可能会崩溃 它会崩溃吗? 何时崩溃? 谁知道? 与中结美联储相反的是 我的父爸爸教育他的儿子和我要成为美联储 这需要高水平的财商 因此 他才从我们很小的时候就开始教我们学理财 读完这本书 你也能学会如何激励你的孩子成为美联储 而不是想法终结美联储 读完这本书 你也能学会像美联储那样 合法地印制自己的钞票 而且学会像这个国家的那些大公司一样 合法地缴纳较少的税收 之所以我会如此说 乃是因为财商教育会改变我们的生活 你和你的孩子们也可以印制自己的钞票 在此 我想要说明的是 我并不是说这样是公平的 生活中有很多事情是不公平的 我要说的是 自由是一个高尚的概念 我认为这也是我参加战争的目的 它包括做决定的自由 在我看来 如果不能给予我们的学生自由选择接受四个向线所需教育的权利 则教育体制的功能就是不健全的 我们的世界需要更多像史蒂夫 乔布斯那样退学去学习B向线和I向线知识的人 但是 为什么他们要退学去做这些事呢 史蒂夫创造了就业岗位 而我们的学校培养了足够多的首席执行官和职业经理人 这些人也仅仅是需要工作岗位的雇员而已 如果我们的学校讲授的历史是经过挑选或歪曲的话 那就是不公平的 为什么不能告诉孩子们真相 很多历史是有关钱财的 当我们说战争是为自由而战时 那是在歪曲真相 战争就是为钱而战 它是一笔巨大的生意 我个人认为 说克里斯托弗·哥伦布·Christopher Columbus 是一位探险家 也是在歪曲事实 他是一个创业家 受到了伊沙贝拉女王Queen Isabella的资助 意在寻找与亚洲进行贸易的商路 哥伦布就是他那个时代的史蒂夫 乔布斯 他在北美洲和南美洲发现的财富 使得西班牙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之一 利用弗朗西斯科、皮萨罗、 Francisco Pissaro、 费迪南、 麦哲伦、Ferdinand Magellan和赫尔南多、 科尔特斯、 Hernando Cortez等探险家、海盗 抢劫而来的全部金子 西班牙的经济得以快速繁荣 但这个曾经的世界强国 今天却与希腊、意大利和法国 一起成为欧洲的经济烂摊子 这一次,西班牙经济的繁荣与萧条 不是因为金银,而是因为欠债 即来自中央银行的超发货币 在这一点上,他和世界其他国家如出一辙 为数众多的海盗仍然在世界各地游荡 今天,他们不在扬帆远航 而是操控国际金融机构 梅耶、阿姆斯切尔、罗斯柴尔德 在1838年说的话值得重述一遍 但能控制一国货币之发行 无不在乎谁制定法律 时至今日,他可能会说 若能控制世界货币之发行 我管是谁制定法律 从大富翁游戏中得到的收获 大富翁的游戏规则指出 银行从来不会破产 如果银行的钱用光了 银行家会在任意的普通纸上签一下名 就能发行所需的货币 这就是为什么 富爸爸要用大富翁游戏 教他的儿子和我学理财的原因 我的富爸爸常说 大富翁是真正体现现实生活的游戏 当今世界今天 世界正运行在货币超发 巨额欠债和给纳税人打白条之上 建造这一全球空中楼阁的银行家 变得非常富有 他们中的很多人 从政府手里接受施舍和红包 而无数的纳税人 却变得非常贫穷 这是真实的 不只发生在美国 全世界皆是如此 国际大星星以下是几个当代案例 可以说明当海盗控制一国之货币后 情况会如何 日本虽然日本是世界上 储蓄率最高的国家之一 日本的经济 却已经停滞了二十多年 因此 还是打消美国人 需要储蓄更多的钱 来拯救经济这个主意吧 希腊希腊在2012年破产 然后退休者 不愿面对老而贫穷的生活 开始自杀 西班牙 意大利和葡萄牙紧随其后 在很多国家 最优秀和最聪明的人离开家园 到其他国家寻找机会 这种危机也叫人才外流 意大利2012年初 为了帮助偿还国债利息 政府开始增税 仅一天的时间 意大利的石油价格 就从每加轮10美元上涨到每加轮16美元 问题在于 大多数受过高等教育的官僚们认为 增税会拯救经济 而随着银行家和政治家变得更富有 税收会搞垮经济 当银行开始印制钞票时 会发生三件事情 税收增加 通货膨胀更加严重 人们变得更加贫穷 法国 法国是欧洲第二大经济体 随着增长的放缓 而深陷债务的泥潭 法国人并不想辛苦工作 而是希望多休假 少工作和早退休 随着生产率下降 法国也就走到了这个地步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就和美国人想做的那样 法国正在对富人增税 当你提高富人的税率时 富人和他们的钱会逃离这个国家 中国随着失业率和军事力量的上升 中国的增长引擎正在放慢速度 墨西哥墨西哥是美国的邻居 在那里 独销们比政府钱多 枪也多 而且影响也更大 很明显 那不是一个养育孩子的理想之地 提前给你的孩子进行财商教育 如果你想让孩子在以后的生活中 具有压倒性竞争优势 必须教给他们以下内容 金钱是怎么回事 金钱对历史有哪些影响 金钱和税收的真实规则是什么 在本书的下一章 你会了解财商教育 能给你孩子的现实生活 带来什么样的压倒性竞争优势 这种压倒性竞争优势 甚至连A等生都不具备 你孩子的未来 再重复一遍埃德蒙 博客的警告 不惜取历史教训的人 注定会重蹈覆辙 就我自己而言 我宁愿向货币史学习 而不愿意被未来的货币碾碎 自1971年以来 据说美元的购买力 已经丧失了90% 用不了40年 其剩余的10%的购买力 最后也会消失殆尽 考虑一下这一点 如果你要教育自己的孩子 成为资本家 培养他们地向线和I向线中 资本家所具备的压倒性竞争优势 告诉他们金钱和税收的真实法则 那么 四只大猩猩在坐在屋里的可能性就会小许多 否则 他们就会践踏你孩子的未来 父母行动指南将在金钱上遇到的麻烦 当作学习的机会 我的爸妈尽全力不让他们的孩子 知道他们在金钱方面存在的问题 问题是 我们四个小孩子都知道我们的生活遇到了麻烦 我们学着避开他们 而不是勇于面对我们的收入问题 当父爸爸遇到收入问题或雇员问题 他会把这一现实生活中的问题当作学习的机会 他会花时间解释这一问题 并对可能解决此问题的方案做出说明 父爸爸常说 难题能让你变得更聪明 也能让你变得更穷 就看你的选择了 当你家出现收入问题时 我建议父母们利用本书或其他资源来为你个人的理财问题找到可能的解决方案 然后探讨这一问题及其解决方案 一个家庭可以利用收入问题及提出解决方案作为共同变聪明的一种方法 在以后的生活中 当你的孩子面临收入问题时 这一习惯会帮助他们将问题视为在理财上变聪明的学习机会 如果你的孩子太小 或者还没有准备好处理时长让人心烦意乱的现实世界的收入问题 那就带他们去砸货店 向他们展示你是如何在花钱的方面做出预算 并照此安排来养活一家人的 这就是一种现实生活的教育 我们全都会在金钱上遇到麻烦 即使富人也一样 我们是更富还是更穷 就看我们如何来处理收入问题 我学会了不浪费任何一个有关收入的问题 因为每当我们尝试着去解决它时 我们会在此过程中变得更加聪明 第三章 让你的孩子做好最坏的打算已分享完毕 请您收听下一章节 第四章 开启学习之窗 遵从自己身体 evidence 一样的以峗 三次 开启学习之窗 有 发 二赴 与